还有原本由欧美主导的科技植物肉 这几年转向到了亚洲的素食市场了 业者以新加坡还有香港为一个中心 从牛肉猪肉到海鲜 现在透过科技技术都能利用植物来仿造 就连好莱坞导演都掏腰包投资 不论是炒面还是包子大口咬下 总能感受到食物的丰富油脂还有美味 不过眼前这些美食好吃的原因 可都不是我们想象中的猪鸡牛 这些全都是用菠萝蜜打造的植物肉 新加坡的新创公司KARANA 利用这种独特的热带水果 再加上植物油 海盐还有香料 打造出全新的环保肉品 类似的新创公司在新加坡 也如雨后春笋 另外一家业者 Next Gen Foods 截至今年三月已经募资三千万美元 创造出植物做成的鸡肉 亚洲几乎成为环保肉品的冰家必争之地 创造全球最畅销植物肉 几块品牌的菲律宾食品巨头 也持续看好这种永续的消费产品 环保肉品的消费前景看窍 中国大陆更是人人看好的庞大市场 不少业者忙着登陆 大展拳脚 总部设在香港的Green Monday 算是其中最积极推广植物性肉品的 还获得大导演詹姆斯克麦隆的青睐 去年九月完成高达七千万美元的 最新一轮融资被财富杂志选为 中国大陆最具社会影响力的 二十家新创公司之一 中国大陆最大的市场 现在很多这些年轻的消费 其实是非常开放 非常接触到新的意见 实际上,他们可能更快 比其他世界上的东西 重要的是参与我们的参与 参与味道 所以很多都是学习 参与各种植物性猪肉产品 GREEN MONDAY 利用大豆、菇类 还有豌豆等成分 制作从午餐肉到烧卖 各种植物性猪肉产品 已经在超过二十个国家贩售 现在还准备跨足植物性的海鲜市场 Ombi Seafood Ombi Seafood是一个很大的项目 我们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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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问题是 我们不能继续游戏 它不能这样做 实际上 很多种类似 都已经在预复 GREEN MONDAY的创办人强调 尽管是为了环保 但要把产品推广出去 市场接收度 还是低考量 这种选择 这种选择 味道应该是一种 价值 我们在谈论 市场每个人都在谈许 商品 业者今年五月 更把相关产品的价格 调降大约两成 还准备在更多的销售地区 打造生产基地 要让植物肉品的价格 跟一般肉品看齐 才有望真正扩大 环保有序的骨肉商机 9月新闻 送口报道